哈啰各位 foodie 我是Liz 今天又帶大家到台北預約困難名店 Raw 吃青森粥啦 我和江振臣主廚在青森體驗了四天 完全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料理 這天因此也是菜單大公開 到底江振臣主廚今年怎麼表現回遊這個主題呢? 期待已久的青森粥2023年餐會終於要登場了 嗨嗨 Brian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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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 終於集合了 耶 接下來就帶大家走進今年的青森粥囉 就一副很忙的樣子了 嗨 回到自己的主場了 期待 這個菜單好可愛唷 這個菜單是你的概念嗎? 是的 很貴 很貴 我們就把這個回遊的路徑做成了一套菜單 然後從前面到後面中間會碰到的這些海鮮 啊 真的耶 回遊的海鮮就是我們每一道菜 那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可能每一年我們都會找一個不一樣的主題 那今年的主題比較特別的是我發現疫情之後再回去青森 還是看到很多新的東西 青森的實態還是一樣 青森的氣體還是一樣 青森的氣點還是一樣 但是這些所有一些新的概念 新的想法 都是這一些青森人 回遊的青森人帶來的 我這一次更想要知道的是 這些回遊的青森人到底是用什麼樣的一個心態或者是一個一個理想 然後再看待青森 這一次的菜單最後的成果呢 現場是沒有人看過的 沒有人知道 包括第一次菜單 那這可以先劇透一下 你們到底是去青森些玩的什麼嗎 讓我先也來提湯一下 讓我劇透 讓我劇透 想看完整片段還要到我的頻道對不對 歡迎第一家 大家在看小剛 歷史美食家是流之路 以及上片的第一集 歡迎大家去收看 第一道料理出現兩個海外返鄉的回遊人 一位是青森縣之士 攻下中醫郎 他曾在紐約工作 Chef André就做了紐約起司蛋糕 而且是味噌口味的喔 搭配日式蒲燒鰻魚 甜鹹跟農醇超對味 來吃一下攻下之士是什麼味道 來吃一下攻下之士是什麼味道 體絲配上這個鰻魚造燒醬 還蠻好吃的 另一位回遊人是江振臣主廚自己 他用鹽酥海蝦跟台式魚香茄子 來表現海龜的台灣人 噴香的重口味很開胃 接下來吃一下江振臣主廚是什麼味道 真的有台 有熱炒麵的感覺 最後一道是蔥薑風味的竹甲魚下酒菜 竹甲魚是這次回遊主題裡的其中一種回遊魚類 靈感則是來自我跟Chef André都很喜歡的 八戶三六橫丁裡面的居酒屋貴乃家 之後的影片會有更多貴乃家的介紹喔 第二種回遊魚是比目魚用昆布醃漬過 而我覺得下方的蔬菜 包括竹筍絲、橘芋絲和馬鈴薯絲 更有亮點 取法自醋溜土豆絲 加上了有青花椒油的雞湯奶油醬汁 還有檸檬的香氣繚繞 真的就像醋溜土豆絲一樣鮮香開胃 這道有檸檬有花椒 有花椒 有花椒 對 哇 這個有種豪華的感覺 這道菜的主角是第一位回遊料理人 花田秀樹 我有跟著他走進廚房拍攝他製作 梵力被燒的過程 而Chef André回到台北後 改造成三點蟹的版本 我真的很有感覺 不僅抓到了梵力被燒 原本有雞蛋和洋蔥的神髓 改用台灣的三點蟹又接上了地氣 再加上奶油濃郁的creamy口感 和麵包一起入口很美味 很creamy 有蟹黃 還有炒蛋 炒蛋在裡面 這個味道其實很法國 你要來配一下麵包 難怪在這道菜上面 第三種回遊魚是青魚 Chef André在這次青森旅程中 不斷尋找每一種回遊魚的料理靈感 而在巴戶式的餐酒館Zuppa 就給他找到了這一道炙燒醋煙青魚 搭配明和塔塔醬 讓他印象深刻 而Zuppa是一家氣氛很棒的小店 每個城市都該有的那種小酒館 當我在台北吃到江正神主廚 做的炙燒青魚捲的時候 馬上回到那個心情很鬆 跟著音樂搖擺的夜晚 這就是料理的力量 吃了這道菜馬上就回想到Zuppa那個晚上 對 真的 好想跟老闆要那個隔膽喔 我也是希望說透過這些料理 味道讓大家想要去清神 也會為了這個人這個店 然後而去清神 我覺得這次我希望這一次 給大家的方向 還記得大肩鮪魚三色丼和島康子女士嗎 Chef Andre做出向大肩致敬的鮪魚料理 經過稻草炙燒的鮪魚赤生肉 肉質緊實又飄散熏香 有一點點煙燻火腿的感覺 另外也加上了白豬火腿更天鮮美 而油脂比較豐富的鮪魚中腹 被拿去炭燒變成了鮪魚油和油鋪 拌上無菁啊青花筍等等當季蔬菜 超好吃的 油脂的香氣和梅納反應的複雜風味 把清甜的蔬菜襯多得很有魅力 再加上薛芳嘴自製的鮪魚柴魚片 又多一層鮮味 拆解食材的思考也很有弱的風格 有點像鮪魚火腿 還有一片應該是真正的火腿 蔬菜加上煙燻過的鮪魚中腹油真的很香 加上這個用鮪魚做菜 這裡面有三種不同鮪魚的部位 也是Chef做的鮪魚三色洞 海峽鮪魚是接近野生的狀態 海峽鮪魚是接近野生的狀態 所以它生的時候它的肉質是很緊實很脆 很脆 有點像你在吃什麼烘肝那種 你要嚼的 不是軟軟爛爛爛的 我們會害怕的 其實全熟的它不會柴 就是這樣會這樣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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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這道鮪魚好好吃喔 我們在鹿澳市Aglaire Blue 吃到的是生的版本喔 那Chef Andre回到台北呢 改成了熟的版本 海峽鮪魚變得入口即化 和酸酸甜甜的壽司籽完美融合 鮪魚卵醬汁也酸中帶鮮 是一道清爽又淘喜的魚料理 壽司是我們用那個Dijon Master 然後鹽汁昆布 然後再加上香檳 然後跟那個 鮪魚卵 鹽昆布加芥末好招欸 好招 好招 招 好的招數 對對對 嚇一跳 你真的聽錯了是不是 你真的聽錯了 以為我講好XXX 我這種私理嗎 這道鮪魚燒的主角呢 是第二位回遊料理人 根室拓時 他與經營農園的哥哥 跟市大樹 都從小愛吃當地的名產 南部煎餅 南部煎餅是把麵糊倒進去 模具裡燒出來的 蟹芳嘴因此聯想到鮪魚燒 而RAW版本的鮪魚燒裡面 夾著鮪魚肉跟南瓜泥 是鬆軟香甜的風味 而製作南部煎餅時 被切掉的邊邊就是日文裡 所說的咪咪耳朵 蟹芳嘴則在RAW自製鮪魚燒的耳朵 和櫻花蝦炒在一起真的很香 也增添了鮪魚燒原本的口感跟趣味 欸 Chef 這個咪咪是你自己做的喔 對啊 好具喔 好用心喔 真的 一定要的 因為一定要新鮮鮮做才是軟的對不對 它只有兩個小時的那個 賞胃期限 它才是軟的 然後之後它就變一種變 有在吃零食的感覺 這個我喜歡的 這個有點在吃草甜不辣的感覺 你看冬 erhö圓 然後我們去外面會教大家 它就一找吃完 哦 OK 啊 包起來的感覺就是這樣 是跟我來 兩年去哪裡都會 resurrection 這有人去雕魚燒欸 就好吃 這道鴨肉料理太好吃了 非常喜歡下面的鍋吧 非常喜歡下面的鍋巴 与酸菜饭 锅巴的脆酥 酸菜的鲜咸固然讨喜 里面混着油风鸭肉 更增添脂肪的香气与肉味 吃一口饭再喝一口酸菜鸭汤 强劲的酸鲜 又把胃口打得更开了 于是再继续吃饭吃肉 完成了一个耍脆的循环 上面的那个 有点像菩利卡丽的那边 就是用玄米跟那个牛棒 这其实是我最喜欢的 这是你最喜欢的一道菜 虽然说甜点 我觉得非常棒 但是咸的里面 我自己最喜欢的 这道鸭肉 真的要加上汤才完整 而且这个酸味 我觉得可以补强这个结构 苹果派是这次青森旅程 薛芳嘴念姿在姿的重点 他从出发前 就盘算着要做苹果派 连这道菜的名字都先取好了 Pomme de Vie 那我们在当地呢 也有一辆红钱的苹果派 开地图进行苹果派盲测 之后的节目会告诉大家谁是第一名哦 那在红钱吃完了最受欢迎的几种苹果派之后呢 薛芳嘴回到台湾 自己做出他的盘本 他真的不想输 这份苹果派真的好吃到不行耶 千层派翻转苹果塔跟肉桂面包三种技巧合而为一 造就出酥脆多层次又厚实的口感 焦糖化的煮苹果香浓爆浆 加上三种精彩的酱料 有培茶冰淇淋 咖啡鲜奶油和巧克力卫士忌 整个圣之布啊 这些finding技巧太出色了 概念跟执行都很好 是我的第一名苹果派 这苹果派真的很赞耶 好好吃哦 外层是很酥脆 但里面它又有很厚实的 面包一样的嚼劲 而且这个焦糖化的苹果 很香 完全把苹果 加热后的魅力表现出来 吃吃看这个咖啡口味的 这个奶油 大人的味道 苦甜苦甜 生焙的香气很明显 巧克力威士忌 这个是酒鬼的甜糖 这个威士忌下得够本哦 哦很搭苹果耶 一 二 三 起 汁 耶 2023年青森粥 胜利完成 Chef 今年的青森粥 整个菜单完成你觉得如何 我自己满满意的 我觉得跟往年比起来 其实今年是难度最高 因为也没有讲到食材 也没有讲到庆典 完全是以人为出发点 我觉得这件事情 比较困难去具象化 就要花更多心思去想说 找到那个连结 然后整个每一道菜完成度 跟味道我觉得我都蛮喜欢的 有几道是你一吃到就算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你还是会觉得 好吃 马上会被那个味道吸入 像我是有趣 所以我又会很有感觉 就会马上回想情景 马上回想那个人 还有我们那天度过的事情 就是会让我们人很感动 我在思考的是 怎么样让大家在台湾吃到这些料理之后 会对这个人有兴趣 会想要去青森 那我想进一步问 Chef怎么样在菜色的设计里面去找到那个hook 去沟通 跟没有去过青森的沟通 青森很有吸引力这件事 我觉得是在每一道料理里面 你去找到那一个20% 能够跟大家产生连结的地方 比如说我自己最喜欢的那个主菜鸭肉 当我吃到那一道料理的时候 我第一个联想到的是酸菜白肉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hook 一个连结 就是可能这道菜 它跟酸菜白肉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跟高菜马肉也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但是你就可以联想说 哦原来这个高菜马肉的味道吃起来 跟酸菜白肉有点关系的 为什么用鸭肉 鸭肉是这个季节 他们用鸭用鹿用各种的野芹 虽然不是一模一样的食材 但是类似的食材就带你到那个状态里面 以这一次的菜单来说 还是要有一些local的东西 是台湾的客人可以去理解 我自己觉得有抓到这个点的菜 还有一道是蟹 螃蟹 这个螃蟹的概念原本是青森的帆利被烧 但是这边换成三点蟹就突然很亲切了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吃蟹的季节 然后三点蟹也是台湾盛产的一种螃蟹 而且我觉得那道菜真的很好吃 我好喜欢你把那个蟹黄跟炒蛋 然后蟹肉加在一起 那个很creamy的那个味道 我的第一名啦 应该是这个苹果派 是 苹果派真的超讚 很喜欢这个整个概念 包括三个的魔匠 跟苹果派的多重的口感 我想说如果我要做一个我的苹果派 那我一定要把我的优势放进去 所以我们在这个苹果派里面就放了三种法式的做法 青森还会想要探索的地方吗 就像是台湾的很多的城市 我都没有去过五四七次 然后每一年都在同一个季节去 都没有机会这样子做过 所以青森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每次觉得好像说 青森是不是就这样子了 然后就又有新的发现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下一次会用什么样的角度 再做青森 期待2024 期待新的知识 可以 再给我们这个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然后我要去那个红钱 挑战那个苹果派结 参赛 参赛 好 那以上就是2023年的若青森周 谢谢 喜欢我的朋友记得要 订阅按赞 开启小银当 大家下次见 拜拜 拜拜